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 各位歐洲的風友們 大家好啊 我是肯倫 歡迎收看這支影片 這次的影片主題是 撲通撲通聖誕節與斯坦的姓懶人包 讓大家一起抓住這活動的尾巴吧 下方有目錄 各位風友可以挑選自己需要的部分收看喔 事不宜遲 Let's go 參與活動資格 活動時間12月23號到12月28號 活動資格101等以上 神之子需解完第二章 活動方式 按左邊星星接取任務後 需先打2000隻等級範圍的怪物 回報維維安可獲得當天提示 根據提示完成指定任務後 就可以獲得聖誕節裝飾 共有三天好禮與隱藏任務獎勵等你來獲取 注意事項 每天只能解一次任務 最晚最晚也要12月26號開始解 才能夠拿到全部的獎勵喔 千萬別錯過啦 撲通撲通聖誕節Day1懶人包Let's go 連選左邊星星接取聖誕節撲通撲通聖誕節 接著到任意地圖擊殺等級範圍怪物2000隻 連選左邊星星或找維維安回報任務 並接取聖誕節裝飾聖誕節可獲得第一天提示 再來需要到三個場所與三個NPC對話拿材料 第一個到神木村、潘姆之家與潘姆對話 可以獲得撲通撲通牛奶 第二個到弓箭手村、弓箭手培訓中心與赫莉娜對話 可以獲得撲通撲通雞蛋 第三個到埃德爾斯坦、節旗旁的這個小胖對話 可以獲得撲通撲通砂糖 最後點選左邊星星回報完成聖誕節裝飾聖誕樹 就可以獲得魯迪的帽子交換卷囉 撲通撲通聖誕節Day2懶人包Let's go 點選左邊星星,接取聖誕節擊殺等級範圍怪物2000隻 完成後點選左邊星星或找薇薇安回報任務 並接取聖誕節裝飾聖誕樹 可獲得第二天提示 再來需要到三個場所拿取三種雪花 第一個到天空之城、天空之城塔七層 點選左邊星星回報,薇薇安會給一個閃閃發亮的雪花 第二個到水世界、金魚島 點選左邊星星回報,薇薇安會給一個撲通撲通雪花 第三個用BOSS排隊系統排龍王會到生命之血入口 點選左邊星星回報,薇薇安會給一個寒冷冰凍雪花 最後點選左邊星星,回報完成聖誕節裝飾聖誕樹 就可以獲得魯迪的衣服交換卷囉 撲通撲通聖誕節Day3懶人包Let's go 點選左邊星星,接取聖誕節擊殺等級範圍怪物2000隻 完成後點選左邊星星或找薇薇安回報任務 並揭取聖誕節裝飾聖誕樹 可獲得第三天提示 再來需要到三個場所來獲取三種材料 第一個到天空之城 雲彩公園1,打星光精靈可以獲得星光精靈的碎片 第二個到天空之城,雜貨商人購買眼藥水 第三個到武林桃園,野雄的零土衣 打功夫熊貓可以獲得功夫熊的黃色腰帶 最後點選左邊星星,回報完成聖誕節裝飾聖誕樹 可獲得撲通撲通聖誕節椅子交換卷喔 撲通撲通聖誕節隱藏任務懶人包,Let's go! 拿到撲通撲通聖誕椅子後 到桃花仙境,仙桃果園1 在NPC韓太秀旁邊坐撲通撲通聖誕椅子 對話之後可以獲得迷路於禮物,其從永久交換卷 讓你在撲通撲通聖誕節的活動把獎勵拿好拿滿 點選左邊星星,接取雪吉拉收到來自斯坦的信1 得到提示要到弓箭守村找赫莉娜 接著到弓箭守村訓練中心與赫莉娜對話 得到第二個提示要到墮落城市找神秘的女孩 到這裡的傳點進去與神秘的女孩對話 得到第三個提示要到水世界紅珊瑚之鱗最上面的鯨魚島與納魯克對話 就可以得到雪吉拉的專屬時裝 最後回到自己要領取的伺服器與角色 點選左邊星星,再選雪吉拉收到來自斯坦的信獎勵領取 就可以獲得雪吉拉專屬時裝交換卷啦 點選左邊星星,接取皮卡丘收到來自斯坦的信1 得到提示要到墮落城市找達克魯 接著到墮落城市秘密據點與達克魯對話 得到第二個提示要到勇士之村找麥吉 到勇士之村最右上與麥吉對話 得到第三個提示要到水世界沙塔休息地 最上面的椰子樹林與魯冰信對話 就可以得到皮卡丘的專屬時裝囉 最後回到自己要領取的伺服器與角色 點選左邊星星,再選皮卡丘收到來自斯坦的信獎勵領取 就可以獲得皮卡丘專屬時裝交換卷啦 點選左邊星星,接取雪吉拉收到來自斯坦的信2 得到照片提示1與探測器 到冰原雪域的長老公館 照片提示1的位置就在這兒 並靠近使用探測器 可得到照片提示2 接著用瞬移時到奇幻主題樂園正門 照片提示2的位置在這兒 並靠近使用探測器 可得到照片提示3 之後到靈耀幻境 照片提示3的位置在這兒 並靠近使用探測器 可得到照片提示4 再來到童話村 照片提示4的位置在這兒 並靠近使用探測器 可得到照片提示5 最後到瑞恩村 照片提示5位置在瑞恩村圖書館3樓 並靠近這使用探測器 就可以獲得雪吉拉武器與專屬特色椅子囉 回到自己要領取的伺服器與角色 點選左邊星星 再選雪吉拉收到來自斯坦的信獎勵領取 就可以獲得時裝交換券啦 點選左邊星星 接取皮卡丘收到來自斯坦的信2 得到照片提示1與探測器 到天宮之城沒法墊 照片提示1的位置在右上的照片 並靠近使用探測器 可得到照片提示2 接著用瞬移石到黃金寺廟路口 照片提示2的位置在路口右邊石像 並靠近使用探測器 可得到照片提示3 之後到神木村 照片提示3位置在龍淡這 並靠近使用探測器 可得到照片提示4 再來到星光之塔四樓天空公園 照片提示4位置在這個樹叢 並靠近使用探測器 可得到照片提示5 最後用BOSS排隊系統傳希拉到阿斯旺避難所 照片提示5位置在這 靠近使用探測器 就可以得到皮卡丘武器與專屬特色椅子囉 領取的伺服器與角色 點選左邊星星 再選皮卡丘收到來自斯坦的信獎勵領取 就可以獲得時裝交換券啦 以上就是這次 噗通噗通聖誕節與斯坦的信懶人包啦 我覺得這次雪吉拉的加入 讓整個活動期間真的滿有聖誕節的感覺 而且活動都只要跑跑圖 就可以輕鬆完成拿時裝 提醒活動只到12月28號 這沒幾天了 千萬不要錯過啦 接下來2022年就要到了 肯倫也會持續製作 跟活動資訊相關的影片給各位蜂友 全職YouTuber感謝你的支持 如果覺得不錯的話 也不要忘記按下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好啦 這部影片就到這裡囉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 還是請按下説 好 1 2 2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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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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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